今天要跟你們分享的是非常久不見的飯圈單字 然後今天這集的重點會著動在演唱會上面 如果等一下在影片裡面你只覺得這一顆到底是什麼東西呢 我告訴你們它是麥克風 今天分享的這些單字我覺得有幾個字很難翻成中文 那我覺得很難翻成中文的呢 就開放在底下留言區 大家一起想怎麼樣翻比較好 我們先來看第一個字 它的意思是單獨演唱會 這個字我覺得應該蠻容易理解的 如果用中文來說呢 就是我們常常講的專場演唱會 也就是這個演唱會是只有這個韓團不是拼牌 這樣子的演唱會就叫做 通常要去看演唱會或是追各種活動的時候呢 你身邊一定會有一些志同道合的好朋友 這些朋友呢 叫做通美 它有一個翻譯的規則 雖然字面上寫的是 特 妹 但是它其實唸起來是 通美 這個是B 音話 點這裡看喔 這個字是什麼意思呢 它就是 特 苦 美 次 美 次呢 就是英文的 mate 通美 就是跟你一起追星的好朋友 當演唱會一公布售票訊息的時候呢 接下來就有一個非常非常可怕的事情要來臨了 是什麼呢 就是搶票售票這件事情 那這個就叫做 Ticketing 這個字應該蠻容易懂的吧 它就是英文的 Ticketing 講到搶票呢 就是一個戰爭 所以因應這個戰爭呢 有衍生出一個字叫做 Ticketing 這個P呢 就是血的意思 也就是這一場戰爭呢 你用一種必死的決心 抱著見血的決心 都要來搶票的這場戰爭 就叫做 Ticketing 講見血是有點誇張啊 就你們知道是那種 心態上面 下定決心我一定要搶到票 見血都再說不行 不是真的見血 接下來進入到最緊張的環節 就是要搶票了 進入那個搶票頁面的時候呢 你會看到一個東西叫做 Potoai 這個這個中文是葡萄莉 為什麼會看到葡萄莉呢 在韓國在賣票的時候 可以被點選的座位是紫色的 所以他們就把這個座位稱作 Potoai 戰爭開始之後 當你點進去畫面 看到很多葡萄 可能在5秒之內吧 你就會立馬看到很多 伊松茶 這個字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 伊米松的邊茶色 已經被選走的位置 老實說 對於米妹來講 這個伊松茶其實是蠻討厭的 就位置已經被選走了 如果很多的位置都被選走 那你還沒有點到的時候呢 這時候你可能會抱持著一種心態 就是 一定有人選了位置之後 沒有在時間之內付款 沒有在時間之內付款 這個位置就會釋出嘛 這個時候又會產生了一個動作 叫做 Chicketing 這個去呢 就是 取消的意思 取消 也就是說呢 搶這些在時效內 沒有付款釋出的票呢 就叫做 Chicketing 那如果你非常不幸的 都沒有搶到票呢 這個時候你的眼前 會出現一片 Lunpan Lunpan這個字是 雪地的意思 因為所有的票都賣光之後 就不會出現葡萄 已經都被選走 它就會變成白色 所以這時候你的畫面 就會出現一片 雪地 如果你順利的搶到票 接下來就要去演唱會了 對不對 演唱會呢 就叫做 Concert 非常顯而易見 它是英文 Concert 當你進到了演唱會之後呢 如果你非常幸運的是在搖滾區 搖滾區就叫做 Standing 對 又是英文 Standing 那有一種情況呢 叫做 Utending 這個U就是 U甲的意思 也就是在搖滾區 是擺椅子的情況呢 就叫做 Utending 通常在首爾 在日本 搖滾區都是有擺椅子的 當我們順利的進入到演唱會 不管你的位置在哪裡 然後開始享受演唱會的時候呢 你們知道對偶像來說呢 我們全部都是 Ceyoudo Ceyoudo呢 是蝦醬的意思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過 韓國的蝦醬 韓國的蝦醬都是裡面 可以看得到很多隻蝦 所以對偶像來說呢 當他站在舞台上 往下放眼望去的時候 舞台底下的情況呢 就很像是蝦醬一樣 因為他們就是看到一堆 頭 以上這幾個呢 就是跟演唱會相關的 飯圈單字 我覺得有一些真的 蠻難翻成中文的 以下開放大家在留言區 一起腦力激盪 覺得這幾個字 應該要怎麼翻 比較適合 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了 我們下一個影片 再次回到我們下一個影片 下次再見 再見 再見 再見